祝我人不要太攀比 要比就比谁着奇 有一个房地产大V 在一次甲方的论坛活动上 是这么评价林港 说林港是一个远到了极致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到了极致中的极致 南汇嘴湖湖海公园 它这是什么 湿南鱼 湿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以前也叫湿南 当年湿海的渔民将磁条放到鱼嘴 浮于水盆 用于辨别航向 故称湿南鱼 看这 好大呀 这还有一个地球仪 周围一圈 记录着从这里出发 距离全球各大重点城市的海里 距离 对面 就是黄黄的东海 东海是吧 里约的内卢 12841海里 够远啊 纽约10567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加拿大的啊 听着这么耳熟呢 11814海里 这边有日本横滨 日本就近了1000多海里 1026 全市 刚到这儿最多也就15分钟 天宫不作美啊 下雨 本来我都带无人机了 想拍拍海景啥的 黄色黄了点啊 那也是海景啊 是不是 最起码这边也是一片网红打卡地啊 这里还有一个酒店啊 这可真的是纯纯的一线海景啊 一线看日出的地方 这还有一个建筑 但是感觉不像酒店 从外观看 感觉怎么像是 废弃的 空置的 我们从这边上去 然后再从里面下去 下面有个公园 看看公园里怎么样 可以啊 这里还是一个烧烤拓展基地 还不小 这边竟然还有人在这玩 开了好几台车过来的 其实你别说 低水湖这边正经不错 上海呢 人这么多 越往市区 人越多越挤 那如果说 凑一些兄弟朋友啥的 开个一台两台车 多一点三台四台车的 来这边休闲娱乐一下 其实也是不错的 清净人少 想怎么happy怎么happy 是不是 看看看看 这还有一片湖中湖 往小的说叫 叫一滩水 往大的说呢 往大的说 这叫天然湿地 哈哈 这两个酒店 下边的公园呢 右手边 是一大片那个烧烤 烧烤基地 然后里边一片湖 然后这边是一个真人CS 感觉荒废了 没人 然后再往前 这边是酒店的楼 这个看的就是酒店 但是这边这个感觉是空置着的 不知道是干嘛的 整个南汇水观海公园呢 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也不大 也没有地方允许的大 雨还在下 我也不太好 一直在这淋雨 特殊时期小心感冒 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 下个视频见 拜拜